这波疫情居然加速了大陆无人驾驶市场的普及化吗 像是中国大陆广州推出了自动驾驶的继承车 就像无人版的Uber透过手机APP就能够叫到车 在长沙则是结合百度地图标榜免费大乘 白色车身搭配醒目的感应器 这是中国大陆首款自动驾驶继承车 23日在广州正式上线 今天要打的这种网约车它有点不一样 它是叫做Robotaxi叫做自动驾驶网约车 就像无人版的Uber 民众只要在特定区域透过手机APP一键就能叫车 如今有外媒记者带着观众抢先实测 原来是透过车顶上的感应器去辨别路况 但为了安乘客的心 车上仍然会有一位驾驶随时standby 据了解厂商已经在广州开发区中心派出了20辆车 而且跟一般计程车的12元人民币费用相比 自动驾驶的价格更便宜 只要7.2元人民币相当于台币30元 而他的母公司也在上海建造最大的自动驾驶汽车数据中心 其实疫情推波下自动驾驶计程车在大陆越区普及 像是阿波罗自驾计程车早在湖南长沙市普及 甚至直接结合百度地图打出免费搭乘 只是自驾车初期人会特别设置安全源 也让这一类职缺需求激增 看来无人车普及未来也可能再先一波免费搭乘站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